嘿嘿 这两天我去了一趟舟口店 听到这个地方你可能会想到北京人 其实这两天提到北京人这个话题 大家想的最多的可能是高风险 当然北京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那就是北京猿人 到达舟口店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 索性先吃个饭 这是当地一家小店叫牛肉罩饼 这样的食物可能更适合北方人 反正我非常满足 中口店分为博物馆和遗址 两个地点相距不远 我今天已先参观博物馆 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博物馆的屋顶目前正在维修 不过它的遮布正好和天窗的颜色一致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人头盖骨最重要的几件标本 都已经在1941年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遗失了 有人说标本到了美国人手里 也有人说标本流转到了日本 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搜寻 但是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好在当年的考古学家为雨抽谋 提前为标本做了模型 这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这里是模拟的发掘性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这里是山顶洞的入口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那么走进去之后还是相当震撼 不妨设想一下 如果你住在这个洞里该怎么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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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in the doors to the garden Hop in the doors to the garden 突然看到这头双脚溪可能会吓一跳 这个山洞里面可以说是漆黑一片 走到这儿的时候 我是有点挤背发凉 山顶洞的下方就是猿人洞 沿着这条通道走进去之后 里面也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不过手机传感器还是要优于人眼 能够留下一些光影 让我们看看大概 我看是这样的 我看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电影 就像是这样的 那一条电影 我看是这样的 然后再看是这样的 那边再看电影 我看是这样的 离开周口殿遗址 附近有一处盛火广场 旁边的壁画向我们展示了北京人的生命轨迹 下一幅画面该如何去描绘 画笔想必就握在你我的手中